中國的疫情升溫連帶影響到台灣疫苗的接種率 光是XBB疫苗接種 單日就突破了6400人次 創下半個月以來的新高 不過國內出現了梅將菌重症案例 有一名7歲的女童 她感染梅將菌之後狂咳嗽5天 之後X光發現肺部白化 緊急住院治療 索性在6天之後康復出院 小朋友一早就來診所報到排隊打疫苗 因為家長擔心受到中國梅將菌影響 會大四親習校園不敢大意 就像之前流感一樣 流感在學校大爆發的時候 那時候還蠻嚴重的 就是大家都陸續又傳一個的很嚴重 那時候就很擔心 梅將菌並沒有疫苗可以打 但連帶拉伸流感 以及XBB疫苗的接種率 像是XBB疫苗在11月27號創下單日新高 將近6400人接種 總接種人數來到56萬人次 而流感疫苗單日接種人數也高達3萬人次 累計接種578.6萬人次 疫苗大好打滿 就擔心染疫變重症 但肺炎梅將菌只能靠現有的抗生素 與自體免疫力恢復 而北市就一名女童感染肺炎梅將菌 導致肺部白化 肺部中夜白白的一片 爸爸媽媽看了好心疼 家裡寶貝高燒不退 咳了五天確診感染肺炎梅將菌 乾淨住院咒治 六天後病情才好轉出院 咳得非常厲害 燒得很高 我們就轉到醫院去照X光 那在X光照起來就是 呈現幼中夜肺已經有肺炎的現象 不只北部女童就連臺中也有梅將菌席捲校園 教育部接獲通報分別是國小生以及幼兒園各有一例孩童感染梅將菌 小朋友如果說有合併其他的感染或者是疫苗沒有打好打滿的話 有時候感染梅將菌的時候就比較容易引起肺炎 現階段肺炎梅將菌僅可用抗生素治療 而近日卻被醫師爆料 台灣原廠藥大缺貨長達一年之久 而食藥署也出面澄清 所以在八月通報他短缺 所以採控貨的方式供應 目前呢沒有短缺的疑慮 中國的梅將菌疫情不斷延燒 台灣不膽大意 做好萬全準備避免病毒 再次洗台 地址紅知己陳英榮特別報導